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查尔斯在被拍到眼眶含着泪水 表情充满不舍 一小时的国葬仪式 英国首相特拉斯也负责朗诵一段圣经哀悼女王 一名英国杂志编辑 受邀出席国葬 描述当下的感受 和当年代飞葬礼相同 女王国葬也在海的公园设置大型荧幕全程转播 当地时间中午过后 女王在宜林温莎城堡的圣乔治教堂进行安葬仪式 此时还出现一段小插曲 一只小蜘蛛爬上女王的灵鹫以及卡片上 一次从伦敦一路跟来 一是最后王室的珠宝将现身负责将帝国王冠 保囚和权杖从灵鹫移开 象征女王完成服务 之后女王的灵鹫缓缓下降到皇室墓穴与丈夫菲利史亲王同年温莎宝 这次女王国葬吸引国际政要齐军一堂也显现女王七十年来在全球的重要地位 TV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